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伊朗军队盘旅下来 报道着 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 在一次记者会上说 毫无疑问 我们当前在监控叙利亚境内的各种动态 至于伊朗构成的威胁 我们当前的行动范围并不限于叙利亚领土 这一点需要说明 资料图片 以色列空军的F-35阿燕山战机 是F-35系列最早投入市站的型号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被问及是否可能在伊拉克境内采取行动时 利伯曼说 我要说的是 我们将抗击伊朗构成的任何威胁 不论这种威胁来自各方 以色列完全有这种自由 我们拥有自由行动权 伊拉克政府会立即作出回应 从技术角度讲 伊拉克和以色列还处于战争状态 此外 负责美国在伊拉克军事行动的美国中央司令不以为予以回应 报道称 美国国务卿迈克·彭佩奥9月1日称 他对媒体报道对伊朗转移到大议事 深表关系 彭佩奥发推文称 如果属实的话 那将严重侵犯伊拉克主权 以严重雷党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 据该地区多位消息人士称 针对伊朗及其在黎巴嫩的盟友 是叶派民兵组织争主党 涉嫌转移军过和实施军事部署 以色列于2013年开始对叙利亚境内指示空袭 报道着 作为支持大马士哥的大国 俄罗斯基本上对以色列采取的这些行动置之不理 以方在上述空袭行动方面与在叙利亚境内 自行采取军事行动的其他大国进行了协调 资料图片 伊朗军队是射弹道导弹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位听取过协调情况简报的西方外交官 去年对路透社记者说 虽然以色列在叙利亚不受约束 但据预计以方不会在邻国伊拉克境内 采取任何军事行动 自2003年被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而入侵伊拉克以来 美国一直苦于帮助该国实现稳定 报道称 尽管以色列和伊拉克从形势上将处于敌对状态 但两国在过去几十年里没有发生过冲突 1981年 以色列空军碎毁了一个伊拉克和反应堆 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 伊拉克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枚肥毛腿导弹 由于考虑到美国当时在努力维系反对法达姆的阿拉伯同盟 以方并未实施报复 以色列曾于1992年制定计划 打算判险突击队员到伊拉克刺杀法达姆 但该计划因训练时发生致命事故而被放弃 编译王雷 资料图片 艺术家绘制的1981年 以军战争空军伊拉克和反应堆的艺术画 图片来源于网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